城市请了一位地理师 来看祖墓祖坟的洪水 发现祖坟前面有一棵大树 乃是别人家的坟墓旁边所种植的树 长过来的 地理师认为这棵树 遮蔽了天心 一定要除气 才有希望考中柯甲 因而欠说城市要买虎仪赤 来暗中毒害此树 这棵树 成功不愿意这样做 他说我们皮子间都要图个吉利 何况这棵茂盛的大树 我怎么忍心去杀害它 他结果不到预连 老天替他把这棵树拔掉 为什么 因为他善有善感 那我们讲说善有善感悟有悟报 你把他拔掉 你也得对隔壁这些 这个 别人家坟墓的这些 鬼道众生啊 结果他不忍心拔掉 不到一年 忽然一阵大风将这棵树拔掉了 天心是地理上的一个名字 地理洪水上的名词 使得天心没有被遮烟而豁然开朗 他的儿子陈奎 连年考树都考树当了御师的官司 这个经文里面用药杀树 他不把这棵树拔掉 这种慈悲心得到好的果报